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孔雲再次锁吧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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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清飞的对人之路才刚刚开始 当导演通路 将迪了热巴饰演的角色名字 设定为刘佳音的原因时 雷佳音又遭殃了 然后当时就是 我做话剧的时候起的这个二练 就是想让他 正在这个很愿意 然后一直在教练 雷佳音跟他差异 然后跟他表演 然后其实想什么 归非的 我觉得在这 其实真的别提太热 不想让他提 不想让他蹭 雷佳音的热度 先是吐槽雷佳音 跟中华提员选项 这又对雷佳音曾热度 好想替雷佳音回一句邮件 都说坏事做多了会有报应 果然 连续怼完雷佳音之后 郭清飞就被我拿着 佳音我爱你的告白牌拍照 看到告白牌的那一瞬 郭清飞的表情亮了 这小表情啊 瞬间就让全场笑翻 更好笑的还在后面呢 听说拍戏时 郭清飞被迪雷佳 准备的新疆奶疙瘩 整到了 我请他吃碗面 他前面就跟我说 说郭老师谢谢你 请我吃面 我爸我最正对的 最好吃的 我谢谢你 这是你的 你千万不要吃 还不过你小口 小口吃 就新疆奶疙瘩 我根本不知道 你松下 我像你这么口饱 而且就这么一小块 我看到我第一个 那个全满炸 他差点晕过去 我完全没准备 原来年有被诊的时候 笑痛肚子的小记者 北京报道